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生 那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习近平接班人不大可能直接入场 研究中共政治的台湾政大国关中心主任 寇建文表示196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者 才有可能成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接班人 但是习近平不分享权力的特质 接班人可能在中共二十大进政治局 但直接成为常委的可能性较低 那每五年一次的中共二十大将于10月16日登场 党代会是中共政权权力分贝的重头戏 仍是与接班梯次的布局 那攸关大陆政局走向也将影响国际 与两岸局势 寇建文分析了习近平的政治性格与领导风格 认为有六项特点 包含 节俭朴实 厌恶腐败 隐忍坚持 高度自信 念旧重礼 除恶必尽 强势领导 不没守成规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的集体精神 以及强调国家富强与社会主义的使命感 寇建文就认为由习近平的个人特质 在权力方面 中共二十大后权力肯定会集中 那习近平没有安全感 不会分享权力 只有因身体状况才可能不担任某个职务 他认为196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者 才有机会成为习近平接班人 那因此现在政治局委员最年轻的是 1963年出生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可能性相对低 那胡春华有可能当常委 但大概不会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寇建文就分析 新的接班人选可能会进到政治局 但直接变成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很低 因为习近平不分享权力 在经济方面 二十大后的五年 共同富裕将成为经济政策重要的一环 即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外交上仍会延续强势外交 做法也将是和平发展 大国崛起 向前压迫避免战争 中国大陆仍强调处在战略机遇期 不会想要主动打战 但是因为已经是大国崛起 周边国家与其他大国要尊重其核心利益 那在对台政策上 寇建文指出 中共对台的第三份白皮书中 提及反毒反外力干涉与触筒并行 认为未来二十大以后一定是 一战必谈 一战必和 另外两次台湾方案的内涵 也叫过去紧缩 如不再提不派军队官员驻台 但却增加外国与国际组织在台设置 官方或半官方机构 需向中央政府同意的说法 寇建文就表示台湾的因应方式 因为运用巧实力回应 若各大党只顾选举党争 台湾将非常被动 习近平保全保卫 坚持清零 胡锡进也困惑了 那RFI报道 中国游客在世界上 绝机快要三年了 不少人把这个现象 归咎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坚持清零不动摇的结果 既然清零政策成了最高指示 忠不忠看行动 那各地的官员如履薄冰 只要发现本地本城本省出现几十例 顶多百多例确诊 便要下令封区甚至封城了 深圳、成都 据此还有多个城市的情形 开不例外 那就连环球时报前总编 胡锡进也有点困惑了 他在微博写道 上海第二季度受到猛烈冲击 北京一度也陷入半静默 那股疫情基本过去之后 本以为我们的经验和工具都增加了 很严重的情况不应该再出现了 但是现在成都又被迫采取接近 全域静态管理的耐套强度高 损失大的措施 多个大中城市情况严重 岌岌可危 这些事态在告诉我们 目前的防控方式 很难在全国范围 以较低的成本不断维持下去 我们就这样间接式的 或者轮流转各地上演风控吗 经济怎么办 社会运行所需要的确定性如何保障 而且这样的反反复复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胡锡进的疑问很大 自然他比谁都清楚 这是清零政策造成的恶果 他不能点透 还要勉为其难的设法为当局开脱 但是他毕竟承认自己也困惑了 看来中共党内有此困惑的 不会止于他一个 但是清零这是党中央的最高指示 最高领袖把这作为检验官员是否忠心的尺度 领袖不松口 在这个二十大即将召开的前夕 各级官员唯有拼死清零 变着夸样清零 有的甚至做得更极端 免得被指示与习近平核心有二心的两面人 北京地毯医院副院长蒋荣猛指出 目前流行的奥密克戎比流感症状轻 康复快 但报道他的新闻发出后 很快被屏蔽了 中国智库北京安邦咨询公司 8月28日发布一份题为 中国是时候调整病毒防控政策了 认为面对高传染率低重症率 及低病死率的奥密克戎病毒 中国的抗疫标准导致付出很高的社会经济成本 经济面临失速风险 因此中国需要根据疫情的最新变化 科学调整疫情防控政策 以恢复经济为重 逐步与世界接溃 该报告28日发布在安邦智库的微信 与新浪微博平台上 不过29日下午即遭删除 那更糟糕的是 华尔街日报近日引述多位专家 对中国能否超过美国成为 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测是悲观的 报道就说 北京主导的清零政策和 遏制房地产投机的努力 已经削弱了经济增长 削弱了对中国经济 将在本世季末成为 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预期 不过习近平最关心的失误 不是经济 6月28日他在考察武汉时称 宁可暂时影响一点经济发展 也要继续清零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怀疑 实施清零政策 不过是习近平保证 平安连任的借口之一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 就认为习近平保全保卫第一 以清零核酸检测为名 不许民众乱说乱动 各级官吏争相行动 乃至采取极端化措施 基层官员只求平安保 乌纱帽 那省部级地厅级 还有往上爬的空间 贪图官位高深的镜像 表现积极作为 从上到下 没把民生苦难放在心里 官方及官媒 也陷入了一个怪圈 当外界质疑声 越来越高的时候 那官方的表态 也越来越强硬 习近平在日前召开的常委会上亲自表示 坚决同一切歪曲 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 官媒则设法配合解释 清零如何如何好 而且拿西方来做比较 凸显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的后果 那限制俄罗斯石油价格 这是七国集团成员表示 他们希望紧急采取的一个举措 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 并且一些分析师就称 这一举措可能会适得其反 那以低于现行市场价格的价格 购买俄罗斯石油 从而限制莫斯科在对乌克兰 发动战争期间的所得利润 但是该举措同时需要将价格 保持高于生产成本的水平 以确保能够刺激俄罗斯出口 根据美国财政部官员称 至于原油和精面石油产品 所分别计算的贴线率 则可以定期进行修订 那七国集团G7成员国 已经限制或暂停采购俄罗斯石油 但是要使这个计划生效 其他国家 特别是印度和中国等大国 必须参与其中 因为这些国家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客户 美国投资管理公司 Confluence Investment的 比尔·奥格雷迪就表示 虽然七国集团的计划 提供了一个更低价格的前景 但是中国和印度的价格 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宜 纽约能源对冲基金 Again Capital的约翰·基尔达夫 表示同意 他认为中国人 印度人或土耳其人 不会跟随七国集团的计划 他还指出 这些国家并未与西方 一起针对乌克兰战争一事 对于俄罗斯实施制裁 以惩罚俄罗斯 他认为这些国家 将继续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由于价格上限发挥了作用 俄罗斯将不得不屈服于 这个压力 同时继续向参与 该计划的国家出口石油 但是9月1日 俄罗斯副总理 亚历山大诺瓦克警告称 莫斯科不会向 实行价格限制的国家 出售石油产品 周五全球油价上涨 基尔达夫就认为 至少部分原因 要归因于 七国集团发表的声明 他表示此举引起了 人们对世界供应收缩 和急去破坏性的价格 再次飙升等事情的担忧 那除了其中三个成员国之外 整个欧盟准备 从12月5日起 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 不仅如此 他们还准备禁止欧洲保险公司 承担前往非欧盟国家 目的地的运输费用 奥格雷迪就表示 他确实觉得 华盛顿实施的这些保险限制措施 让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 他还表示 因为这些保险真的很重要 奥格雷迪就称 大约90%的海上石油运输 都由欧盟和英国等国家 提供保险服务 他认为政府担心的是 如果保险禁令实施 那么俄罗斯的石油供应 真的会下降 加密货币是伊朗应对制裁的良机 那经过持续一年多的禁令 既在德黑兰宣布 投资第一批 使用加密货币的进口货物后不久 伊朗政府就批准使用和开采加密货币 以从外国进口商品 伊朗贸易出境组织 ITPO主席阿里里达·佩曼帕克 就宣布 伊朗成功通过加密货币 支付了1000万美元的款项 他还强调 到2022年9月底 数字货币和智能合约将广泛使用于伊朗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对外贸易 那伊朗政府批准开采加密货币 是其在过去两个月中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之一 那该政府首先将本国的货币数字化 然后允许以加密货币从国外进口商品 针对此举措 伊朗观察家就认为 这是规避美国制裁的一个十分明智的计划 经济研究员摩恩·萨德吉安认为 由于制裁 伊朗在过去几年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因此其接近权力消除制裁 而开采加密货币的批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 那萨德吉安就认为 外国制裁对伊朗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阻碍了本国的金融往来和对外贸易 他还表示伊朗中央银行 倾向于在金融交易中使用本国货币 那尽管如此 但为了规避美国的制裁 同时减轻国民经济受到的压力 中央银行最终还是默许了 使用加密货币进行交易 那在此背景下 伊朗中央银行行长阿里·撒利赫阿巴迪宣布 中央银行与伊朗工业部已经达成谅解 以促进使用加密货币进口商品的进程 同时银行还与加密货币伊朗矿工 展开了建设性的合作 那至于数字货币的开采过程 是否能够成为伊朗规避美国制裁的一个出路 萨德基安就认为这一举措 对伊朗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 原因是在巨额交易中 外国的交易各方不接受 使用加密货币支付款项 他强调称 通过加密货币进行的交易 并未超过载幅交易 那萨德基安督促伊朗努力解除制裁 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 经济研究员格拉姆·里达·穆加达姆就认为 政府实施这个举措并不新奇 上一届政府已经做过这样的决定 但是一年零三个月前 由于电力部门面临赤字 那政府被迫停止颁发建立和应云 加密货币挖矿单元的许可证 那穆加达姆就认为 伊朗政府批准加密货币开采 是为了降低美元的主导地位 同时据他所说 伊朗也要鼓励其他国家 特别是那些遭受类似制裁的国家 摆脱威权金融体系的智库 那因此他认为 伊朗将接近权力 将美元从其贸易交易所中去除 那这位伊朗研究人员就还表示 伊朗政府不会向投资者提供任何便利 也没有为矿工提供担保 他强调称 工业和贸易部正在准备一份法律清单 用以监测加密货币领域的开采者 以防止洗钱活动的发生 穆加达姆总结称 在使用加密货币来规避制裁方面 伊朗具有成功的经验 此外有非官方报道就称 几年前伊朗就有一些圈子 利用比特币开采提供硬通货 从而消除了金融制裁的影响 伊朗的加密货币交易 缺乏透明的法律规定 因此官方并无这方面的统计数据 但是伊朗区块链协会 董事会成员索海尔 尼克扎德公布 伊朗的加密货币日交易量 超过1000万美元 那在此背景下 德黑兰商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法尔金·法迪斯就透露称 在加密货币市场 有1200万伊朗人进行交易 他还强调2021年 在对5600名年龄在18岁至65岁之间的 伊朗人进行了一次的民意调查 该调查结果表明 在加密货币市场上 77%的交易商购买货币的目的 是为了投资和保值 而其中15%的交易商 则将加密货币市场活动 当作自己的第一职业 此外 根据法迪斯所说 有3%的受访者支持技术 十分沉迷于数字货币 而有3%的受访者 是受到了好奇心的驱使 从而尝试进行数字货币交易 此外 有1%的人表示 他们是尝试通过数字货币交易 转移资产 还有支付从别人那里购买的商品费用 好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升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by bwd6 by bwd6